一光年的梦 向上感受不及 地球很安静 像星星的眼睛 我想要看清 你脸上每个表情 这样就不会打碎了一颗心 好 好 我觉得不行 哎 这个是我爸爸在KTV的碧点雪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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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暖阳暖暖暖暖暖趴近窗 悠悠微信等到个黑箱 不然你又在身旁 想让星一样明亮 要开过时 说翻到夏夜 你只想让小姑回答 说小姑娘别犯傻 欧窗外天空 清浪 曝光烫烈暖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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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阿姨跟吴烟唱歌唱了一晚上 你喝酒可上头多了 我妈包了饺子 里面放了海参的 特意让我送点过来 你要不赶紧吃两口补补 没事 就你一个人啊 他们都不在家吗 阿姨呢 出去拜年了 吴烟去找陈樱了 我想跟她一起去 但她不让我去 陈樱 你没开玩笑吧 陈樱三天前就过世了 你这些人 你说什么 你居然一直都不知道吗 三年前 吴烟跟承樱 在我们公寓楼的电机间里 出事故了 我跟许倩接到医院电话 去了才知道的 承樱本来就有幽弊恐惧症了 又被困了那么久 而且我们谁都不知道 他还有很严重的心脏病 什么意思 这一切大概不过是吴烟 为了缓解心理紧张 或者孤独 或者情绪低落幻想出来的 当她不知所措的时候 会在心里按照承樱的个性 和说话方式来扮演她 来和自己对话 我觉得这算是种 积极正面的自卫协调 最好的办法 不是叮嘱她去看心理医生 而是装作不知道 好好地爱护她 减少她的独处时间 尽量不要让负面情绪影响她 我看 我们也这样对吴烟就行了 你多注意点她 免得有什么突发状况 我明白了 谢谢你